中国是一个文明的国家 餐桌礼仪自然也是非常有讲究的 中国人在吃饭的时候都喜欢把饭菜摆放在桌子上面 全家人坐在一起围着一张桌子吃饭 大家共同分享餐桌上的美食 乱七美食用筷子夹着饭菜配着主食一起吃 所以都喜欢端着碗吃饭 觉得这样吃饭的方式是对家人和对自己的尊重 而很多西方国家的人在吃饭的时候都是一人一盘菜 只吃自己餐盘里面的饭菜 几乎是不懂得分享的 所以当老外看到中国人乱七碗吃饭就很奇怪了